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愿姜叶蒸柳水和柠檬蒸柳水制作的洗手液和洗碗液 之前有期视频跟大家分享过我制作的全阳来长丝手工罩 现在可以愿了 整个感觉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今天开始分享 首先一样的先介绍制作时要准备的防护工具 操作工具以及原材料 电子秤 护目镜 口罩 手套 吸水性好的毛巾 一个刮刀 打蛋器 一个木铲子 红外线测温仪 电动搅拌器 这是在编号为37的视频里制作 嫩姜开胃菜时把剩下的姜叶制作成的姜叶蒸柳水 这是清凉花夹 椰子油 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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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用的锅盆两个 这个是上次制作的 这个是上次制作的羊奶藏丝造石 用来装青羊化纳的盒子 我还留着 现在开始先称原料 酱液蒸柳水 没有的朋友可以用平常的矿泉水或自来水代替 用一个盆砖油 这是橄标 这是橄标 橄标 橄标 这个配方和使用到的一些工具的相关参考链接 我会换到视频的说明栏中 也想自己制作的朋友可以看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椰子油 油类的撑好了 下面戴上手套 口罩和护目镜开始撑青羊化夹 撑的时候小心一点 别撒得到处都是 现在开始预热慢炖锅 先开到高温设置 把混合好的油加热到80度左右 然后放入预热好的慢炖锅中 油先换一边 下面来处理青羊化夹 这是刚才称好的姜叶蒸流水 把这青羊化夹分次慢慢的加入水中 多次少量的加入 是为了防止水和青羊化夹产生缓硬后 水温会升温的太快 现在水的温度升到了54度 看现在的水温已经达到了69度 等青羊化夹产生缓硬后 等青羊化夹完全溶解于水中后 把这青羊化夹慢慢的倒入混合油中 一边倒一边搅拌 油就很快出现变化了 很快的就变得浑浊了 现在温度差不多61度左右 用打蛋器先搅拌一会儿 然后可以换电动搅拌器 用电动搅拌器时可以用刮刀辅住 液体很快就变稠了 变化非常快 所以搅拌的过程我没有做太多的剪辑 就用快进展示 电动搅拌的过程中要留意照叶的变化 要是有快速向上生发的迹象 就要把装造叶的锅快速的搬离满灯锅 照叶的变化特别快 慢慢的翻拌 我翻拌的同时也会时不时的测一下温度 防止温度过高 现在有点太稠了 要换木铲子了 慢慢的翻拌 慢慢的造叶就变成这样的固体状 把设置调到低温达 盖上盖子 开始蒙上一会儿 中度可以观察它的变化 10分钟左右开盖翻动一遍 经过反复多次翻拌 它的透明度越来越明显 直到看到这种状态 揪一点 放手上 不粘手 透明状明显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因为我家有小朋友 所以我选用了这个可爱的水果模具 没有模具的直接把造团分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就行 模具里先磨一些橄榄油 以便好脱模 全部完成后 我就会把它放在保温锅里 上面放热开水进行保温 一天我会换两次开水 就保温一两天就好了 这是放置了三星期的造团 看它们成了完全透明状了 下面我来用1比2的比例来调制洗手液和洗碗液 水是造团的两倍 这个是上个视频里用柠檬的边角料制成的柠檬蒸流水 味道我特别的喜欢 有着淡淡的柠檬甜味 把称好的造团揪成小小搓的 放入柠檬蒸流水中 过程中要稍微搅一搅 又弄了一份姜叶蒸流水的 不过姜叶蒸流水的味道不是特别好闻 所以我加了一些玫瑰精油 直到造团完全融化了 就可以用pH测试值测试看看它的值是否符合要求 自己制作的一般pH值在7左右 要是太高了可以用柠檬水或醋来调低 测好就可以装瓶了 这是可以挤出泡沫的瓶子 是之前买的洗手液用完的空瓶子 先试验看看 好有感觉 泡沫特别的细腻丰富 洗后手也不干燥 剩了装大罐里被孕 太有成就感了 也来颜色一下洗碗的效果 特意弄了些特别油的碗碟 真的很不错 洗得很干净 好了 这期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喜欢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